曾經輝煌才懂得延續的重要 曾經遺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經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貴 歡迎收聽我們的老台灣 歡迎收聽我們的老台灣 我是主持人彼得 這是由文化部影視局補助的節目 在城市廣播網每週一到週五的晚上8點到9點中播出 每一集都會邀請到各個領域的老師或者是專家 帶領聽眾朋友回憶我們的老台灣 在2010年代以前 膠卷仍然是電影主要的放映形式 藉由機器的燈箱發出了光束 經過鏡頭把膠卷的影像放大 並投射在螢幕上面 這一集我們的老台灣為您邀請到的 是由台灣放映狀元封號的江泰敦師傅 他入行約半個世紀 是業界相當赫赫有名的資深放映專家 今天就要請江師傅來分享早期膠卷放映的趣味 精采的節目也請您千萬不要錯過 曾經輝煌才懂得延續的重要 曾經遺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經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貴 歡迎收聽我們的老台灣 好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聽我們今天的我們的老台灣節目 我是主持人彼得 那今天的節目內容呢 要來跟大家聊到的主題 叫做電影放映師 非常榮幸為大家邀請到的 就是曾經獲得2020台北電影獎卓越貢獻獎 同時也是非常非常資深的放映的專家 這個電影放映師 歡迎到的就是江泰敦江師傅 江師傅您好 主持人好 好其實老師呢 您在業界裡面素有放映之神的這個稱號 哇非常非常厲害 不敢當 聽說只要您過去曾經參與的台灣 許多電影的影展的一個放映 總是能夠搞定一些 可能老舊拷貝膠卷放映的一些疑難雜症 那節目的一開始呢 我們還是要先請問一下老師 當初是一個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之下呢 您會選擇電影放映師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在您那個年代 算是一個大家常常會聽到的電影職業嗎 其實我剛回來是進電影公司 嗯 就是南方電影公司 嗯 我們公司就是有拍一些軍教片啊 嗯哼哼 火林頭大戰啊 成功臨上那些影片 是 我在那時候當時當小弟管理片庫了 嗯 嗯嗯 後來就 我們公司就常常去試片 嗯 我們公司的對面 就有一家四 耳梅我們公司在耳梅街 對面就有一家四片市 叫龍寢四片市 嗯哼 我們都去 因為進嘛 就究竟會 優先去訂那一家龍寢 嗯 嗯 後來那個老闆 要頂 要頂 要把四圓子頂 剛好我有同學啦 他們就是 總統官邸的那個四位 他們的價很多 其實他們就一個禮拜 有時候放 放兩三十架 都可以出來 我因為在西門町 他們都會來找我看電影 我在電影公司都看電影 有電影 在電影招待券 就是可以可以拿去換票 去進去電影院裡面 常常來找你就對了 後來他們就退伍了 他們說想留在台灣 想要工作 不然那個四片市要頂上 就把他頂下來了 沒有多少錢 就二三四萬把他頂下來了 那時候錢還蠻大的啦 算比較大 因為是民國六十九年 七十年的時候 就把這個放映室給頂下來了 是 就我的同學就在那邊 說他爸爸要他回軍門 那變成就是後來我就 獨自做 就辭掉電影公司的工作 我就自己去南方 我辭掉了 因為南方那時候也結束了 其實 我就進去做四片 那時候是碳棒放映記 老式的那個碳棒 大台的電影院的放映記 我換了他一兩年 因為覺得很麻煩 每次都要去調那個碳棒 很麻煩人都不能離開 後來而且光線也比較不穩定 他就去買燈箱的放映機 是台灣的放映機 是換了比較好的設備就對了 對 不過剛剛江師傅跟大家講到 所謂的四片式 四片是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放映之前的一個流程嗎 我想很多聽眾朋友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做四片 四片式 那時候電影公司都集中在西門町 所以西門町有三四家 四片式 四片式 我們四片都是 就是我們剛拍完的片 導演拍完了今天 我昨天拍的片已經沖好毛片了 所以毛片就是還沒配音 剛拍出來 可是那時候沒有辦法即時看 我們現在數位的都是可以馬上去看到 剛剛拍的是不是OK 就是拿幾段可以洗出來 他們就送去重洗 重洗以後 他們就是看毛片 他說 昨天拍的今天晚上看 收工了 今天晚上他們還跑來看毛片 是 這是四片其中的一部分 還有電影公司的影片 就是有聲音的 要給影評人看 要給某個報紙的記者看 先看搶先看就對了 就是影劇版的記者要看 他們會看 或是電影院 南部電影院的老闆要來挑片 要來談價錢 先讓戲院的老闆看片 是 等於是有一點點搶先看 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毛片 就是他們為了要先看 可是你不可能戲院停下來 那麼大的戲院停下來 讓一兩個人去看電影 或是少數的人去看電影 所以就有小間的十幾 二十幾個座位的那種荒音室 小型的荒音室 去做四片這樣子 是 那剛剛江師傅跟大家講到 整個電影重鎮 西門町那邊 好像就有四間的試片室 所以感覺那邊 真的是一個電影事業 非常繁榮 也非常繁華的一個地方 一直到現在為止 很多年輕人去看電影 還是會選擇西門町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西門町 那邊戲院那麼多的原因 不過講到試片之外 還有一個電影上映之前 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叫做剪片 為什麼要剪片 因為那時候電影 後來有分級制度了 像暫時停時呼吸 那時候我把它檢視 因為加核電公司 要拿保護擠 6到3歲都可以看了 那時候有一些比較殘忍的鏡頭 別殭屍跳 這樣子也不行 他們說這樣不吉利 會學那個殭屍的姿勢 再跳 所以後來殭屍變成跳三下就剪一刀 不能跳過超過三下 第四下就剪 我就剪了蠻多的 我就等於說 草背要重新配一個台灣版的 因為這樣剪就一定會亂掉 因為聲音跟畫面在不同一個位置 因為在前面21格的地方 聲音在前面21格的地方 所以就是變成要重新再剪一個台灣版的 因為那是大片的 他們剪一個台灣版 再配國語音是很正常 是很OK的 不夠的話長度再補 補一些鏡頭 真的耶 所以等於是這部電影 在香港那邊 也許沒有這麼樣多的規定 但是來到台灣要上映 可能要因應台灣這邊的一些分級的制度 所以江市府那邊 協助剪了一個保護級的版本 但後來因為殭屍跳 引發很多小朋友的一個群起模仿 跳三下以上就要剪掉 暫時停止無錫第二集就 就變成跳三下 第四下就剪 後來就是有一個比較 比較哄刺的 後來暫時停留在日本上邊 日本小孩學著跳 學著殭屍跳 人家也在學啊 沒有 但人家說這樣小孩在運動是好事情 國情不同啊 觀念問題 在台灣覺得學殭屍跳好像不在激勵 不激勵 但是日本人家也這樣子跳 會覺得讓小朋友這樣子做運動 可是我們那時候電影真正 沒有一個真正的制度 有人反應了 就是會去處理這樣子 不過聽說江師傅當初也是被加爾電影公司那邊邀請到香港他們去做剪片是不是 因為就是要整個全部修剪一個台灣版 我就去香港去加爾電影 我就去看一部 就是看那個樂儀版的 看完以後 我就拿樂儀版的拷貝剪一個台灣版的 不夠他們會再去補 如果不是很順他們還會再修補啦 鏡頭的畫面如果沒有辦法剪掉以後沒有辦法很順的話 他們會再做修補 感覺是一個大工程 對 可是就是為了台灣的市場 那時候都收入台灣那時候還蠻多的 片方收入蠻多的 這種片都是收入蠻多的 商業大片 對 後來就是比較密集去到香港去住 一年差不多有四五個月都在香港剪片 真的 香港加爾他也蠻履裕的 都讓我住四五星的飯店 每天都有零用錢有人派車來接我 這樣子 貴賓禮 沒有還好啦 還好 他就去剪那個三雞片吧 但是我們台灣後來 九零年代就開放可以露點 我們之前是不能露點的 是連露兩點都不行 都不行 露都不行 後來是露點以後是也不能太特寫 遠距離 第三點更要遠一點 當然是手去摸那些扇緊的動作 都是不能容許的 那時候還是保護的比較 比較完善一點 這個民風還是比較保守一點點 對 等於是香港的原版呢 當然它尺度是非常大的 對 但是要到台灣這邊 在台灣的電影院上映 對 有很多的妹妹格格 必須要去注意到 對 那江師傅呢 其實聽說在當初也是剪片剪出名聲的 幾乎電影公司都找你剪片了是不是 本來是都是在試片的時候 他們叫我進去看 叫我幫他剪 可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影片走過去 你要到回到 回帶回到原來的地方 我現在不是數位的 所以我們就一下子就可以拉回去了 點一下就到了 我們後來我就去買一台 那個德國的Steam Bag 那個剪接機 可以前進後退 可以馬上後退 而且可以快速的後退 就比較快了 剪完以後馬上可以 我這一段切下去以後 聲音可以馬上重新看一遍 畫面有沒有順 聲音有沒有順 聲音有沒有拿乾淨 還有字幕 有字幕的地方也不能流 那字幕已經剪掉 你字幕還是不能流 字幕會流比較遠的地方 你也要剪掉 所以要拿 你要看順不順這樣子 其實我在後來剪到的時候 應該就會有一些片 當然就是沒有幾個拷貝 就是我直接剪 就是申請直到下來 就直接上映了 其實港片在那個 非常輝煌的年代當中 應該真的也陪伴很多 聽眾朋友一起長大 大家在看電影的同時 看電影的背後 有這麼多新土的工作在進行著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其實來到了這個90年代的中後期 包含了台片 港片 這個看的人也沒有那麼多了 那其實江師傅的剪片聲音 其實試片師那邊 有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那後來有做了賣放映機 那接連也推出了台灣一些影展 讓他繼續發揮他本身 專業的一個長才 那暫時先休息一下 下個階段我們再請江師傅 繼續來聊一下自己的放映師的放映人生 好的我們帶回來 曾經輝煌 才懂得延續的重要 曾經遺忘 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經消失 才懂得重生的可貴 歡迎收聽我們的老台灣 好非常歡迎所有的聽眾朋友繼續回來 那今天我們的老台灣這個主題呢 要來跟大家聊到的 就叫做電影放映師 那這個主題呢非常歡迎 這個資深的放映專家 江泰敦師傅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再度歡迎江師傅 大家好 是那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呢 江師傅有跟聽眾朋友分享很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啊 那接下來來談談這個比較專業 這個放映的部分 現在其實是一個數位放映的年代 在2010年以前呢 膠卷還是電影大部分主要的一個放映的形式 那藉由機器燈箱發出來的一個光束呢 經過鏡頭把膠卷的影像給放大 投射在螢幕上面 就是我們現在大家看到的電影的一個形式 這個階段我們請江師傅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的電影的播放 他是怎麼樣來播放 那放映師主要的工作是什麼呢 以前的放映師就是雙片 簡單來講放片 時間到了就是播片 開燈關燈 播音樂 就是整個播完了倒帶 回去又把影片重新裝上去 當然就是因為還有跑片的部分就是說 為了省錢 因為一個拷貝衝出來要四五萬塊錢 我這個片可能就上映一個在台北院線 西岸有的像台北院線 國瑜院線那時候有六個院線 這一家到附近比較近的就跑片 跑片就給那個放映師 或者找一個跑片的專門跑 一天給個一千五 一千一千五而已 一家戲院兩個人 派出一個就三千塊 三千塊 跑個七天 七三二十一只有兩萬一 還可以省很多 後面拷貝就沒有那麼密集的 那麼多人要接著演了 所以說兩萬一就可以省掉 四五萬塊錢的拷貝會 就有跑片那個工作 是剛剛那個江師傅跟大家講到的跑片 是什麼意思 拿著那個膠捲跑來跑去這樣子嗎 對 跑片就是第一本放 第一本放他們會算時間 把它切好以後 因為只有一份 一片就一個多小時 一小時四十分鐘 一個半小時 把它切成三份或是切成四份再跑 這家人來 我這邊那邊的距離算好多遠 當然有時候會單路的 就是路上不小心紮撞 或是有什麼狀況 騎摩托車都比較不會塞車 他們都拚很快的 可是就是應該有時候會影響到放映的品質 好 那其實還是有很多聽用朋友 對於放映師這個工作 他有一個想像在那邊 那其實放映師在正式電影上映之前 要做的準備工作 或者是他整個過程當中 會有什麼樣的一些突發狀況會出現 有可能要及時處理的有沒有 放映師一開始接到新的拷貝進來了 今天這一周要演的片收到了 就是把它編輯拼本 我就把它拼成兩本 第一本第二本就雙機再放 到時候可以貼 如果有自動跳台的 就貼洗脖子或是做記號 機器自己會感應 自己會跳台 是自動的 那是類似半自動的 半自動的 還是要有人在旁邊看著 半自動 也有一萬兩千尺的放映機 一萬兩千尺有 威秀他們影城那些 都是用大桌盤 像桌子的圓盤這樣 它是拉多少 會供多少到機器上面 另外一盤 下面一盤就是收起來 就是這樣子 不用大片 就從中間抽出來 它有一個感應器 它會供給你多少 你拉多少 它會供給你多少 可是有時候有狀況也是很麻煩的 從中間拉出來 你沒辦法再回帶了 會比較麻煩 可是他們那個都放都還蠻順的 差不多順了就是很順 一個放音室可以放比較多聽 不用一個聽兩個放音室 就是膠卷 我現在是談膠卷 膠卷當然是電影院 一般新的影片都是新拷貝 比較沒有問題 就是拼好接 接好以後就OK了 就時間到把一告片編好 放在前面 一告片的時候 播一告片的時候是關大燈 還留小燈 觀眾還在進場 本片開始了 小燈也關掉了 正面開始 字幕出來了 可能就小燈出來 還要控制那個燈光 後來有一些DEMO的部分 把燈光的部分也拿到 機器的一個整合系統去控制它了 都可以設定時間幾點 我這個影片到幾點幾分 字幕會出來 我就把它設定好了 它就自己會開燈 或是貼一個帽子 它就會開燈了 數位放音機更簡單了 忽然數位放音機現在是幾乎不用及時的 我三十個聽 二十個一個人兩個人去操控就可以了 我甚至可以遠端操控 畢竟是電腦 我在國外可以操控我幾個聽 這個聽要等下一場要播什麼 都可以編排好 整天都可以編排好 這個第一個聽音編排好 自動會播自動關燈自動開燈 是 不過剛剛跟江師傅私底下在聊 說2010年數位化的這個關鍵 是阿凡達人 是 阿凡達來了以後 哇 票行好 阿凡達的票行好 要去 非常的漂亮 3D 它的成像 3D立體 有數位的 要解析度又高 2K畫質 很漂亮 後來我一夜之間 就一戲之間 短暫的時間 談券台灣 全世界 幾乎全世界 大部分的戲院都改 改成數位化 是 可是當然一個聽 改下來 最省錢什麼音響都不換 你說投影機跟伺服器 就應該三百三四百萬 一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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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戲院通常有個五六七大廳 你要看大廳小廳 雖然一大小也價格也都不一樣 是 後來2K 後來又有4K了 現在台達店最近就出8K的投影機了 哇 阿凡達那時候是2K 2K 現在已經到8K了 沒有 現在投影機 普遍是4K 戲院隱層的機器只有4K 兩台堆疊的那種8K 可是現在真的DLOB晶片已經生產 真8K出來了 8K的晶片 其實攝影機可以到好幾百K都可以 可是我們放映機是要經過熱去投影 那個晶片要耐熱 所以它的解析度到4K已經很高 現在8K到目前才生產出來 因為它是耐熱 是 你攝影機已經做一二十 那時候我跟齊柏林放 他看見台灣 後來跟他約第二集 中山紀念堂那個萬人場 是 要算他便宜 結果沒有機會 沒機會了 他小我五歲 那是五十二年次的 是 所以也變成 算是在工作當中的一個小小檔案 對 有想到就 人生 後來他跟我講 他很想去買一台 高畫質的攝影機 在自信機上面 我隨便 我在拍 他在拍的時候 不用去抓到很精準 我回來 就是截起畫面中的一小塊 我就可以到4K了 因為那個放映機好幾幾百 甚至上百K 一兩百K的畫質 我不知道 我忘記 因為我攝影機我不熟 可是他跟我講那個畫質很高 可是很貴 他沒有錢 是 他公司的關係 不要買了 我哪有錢 可是後來他摔下去 那一台也被他帶走 他有買 他到後來有買那一台攝影機 還是買了 可是掉下去了 他帶走了 他帶到別的地方去拍了 所以大家可能就沒有辦法 所以說現在最主要是講說 因為換音機為什麼只能到目前8K 還沒量產 只有生產出來 有一台 我前天就是在台大電的 在中正街上放一個 那個阿里山森林鐵道的 紀錄片 日本人拜的 跟公共電視 我們台灣公共電視 NHK跟台灣公共電視合作 我們在中正前辦一個手藝 音樂會 就是用台大電的8K投影機 是 所以那個是設備的問題 攝影機的部分 它的技術是有這麼高 但是你播放出來 播放的投影機 現在目前已經有8K 可是還沒量產 還不普及 沒有還沒賣 還沒量產 它只是現在已經做出來了 那個機片已經做出來了 還沒賣 真8K還沒賣 之前的8K都是4K 兩個4K堆疊 那相信現在已經出來了 有朝一日應該在電影院裡面 應該可以 目前還沒 電影院都還沒 目前都還沒到8K 可是應該很快了 因為大家都在追求那種畫質 有朝一日 因為它的螢幕到178公尺寬度 放出來那個4K的畫質 就非常漂亮 你看8K如果拍得好 那種畫質真的是不得了 非常的細膩 那個細膩到 對啊 4K就已經覺得好棒了 對 那8K會是一個什麼樣的 視覺的想像跟境界 就在進步 就是不斷在進步 好那一樣聊到這邊呢 我們還是非常感謝 江師傅的分享 先休息一下 在下個階段呢 我們再回到 我們的老台灣節目 曾經輝煌 才懂得延續的重要 曾經遺忘 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經消失 才懂得重生的可貴 歡迎收聽 我們的老台灣 好非常歡迎 我的聽眾朋友呢 繼續回來 我們的老台灣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呢 叫做電影放映師 這個主題 邀請到的就是電影放映師 這個超級專家 江泰敦師傅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再度歡迎 大家好 好其實很多人呢 聽到放映師啊 就會聯想到 非常經典的那部電影 新千堂樂園 裡面有那個老放映師的角色 想要請問一下師傅 你覺得呢 對比在外面 這個看的津津有味的觀眾 放映師 他本身在放映師 裡面的那個心情感受 是怎麼樣 你應該待在裡面的時間 非常非常非常的長了啦 電影院的放映師 其實是比較 應該是講會比較輕鬆一點 他就是撞片 放片 講師這樣子講 他是比較 就是一部片在放阿姨 他們有跑片的時候 會比較 就是要交換影片的時候 會比較忙 那一本比較晚來 剩三分鐘五分鐘到了 我就要趕快把片裝上去 你動作慢的話 你裝片也要一兩分鐘 你真的最快你要一分多鐘 你就是要趕那個速度而已 以前的放映師 都是拿時間在換錢 甚至有的小孩 小孩一開始會願意 很小的時候 願意來西宴陪爸爸 過年過節 人家放假了 你也不能放假 禮拜日 小朋友放假 你也不可能放假 是 最多人看電影的時候 小孩子到西宴來 後來不想來啦 其實放映師是很無聊 然後生命在換見 就會覺得在裡面感覺好像 大家可能一般人會覺得很羨慕 這樣你可以看很多電影啊 不是嗎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才放一部片 也看不多 老實講看不多啦 也看不多 像我是當然是放的時候 每一場都是不同的片 而且是戰戰兢兢在放片 很多都是舊拷貝 而且都是第一次放 而且沒有辦法每一個細節都 你如果走過一片機器 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時候甚至都還沒有來得及去 晃一遍 就開始要面對觀眾播出去了 那時候就戰戰兢兢 有一個接頭 我們都很仔細在聽 一片聲音 在走的聲音不太一樣了 都會很注意 有時候是不是有跳格了 或怎麼樣沒有接好了 頭在下面 腳在上面 那就是錯格了 沒有接對格 一個方面四個磁孔 如果隨便接的話 就有可能錯誤了 就是磁孔 另一個方面就是要切四個磁孔 有的時候就是職業病了 好像沒有辦法放鬆 耳朵都會很利 有時候我一聽 機器那個什麼聲音 街頭以外 機器什麼的 就很敏銳 回去知道機器什麼了 因為走的聲音不正常了 我們就會很顯出 如果沒有專心在看畫面的話 也會用耳朵再聽 聽說有時候 江師傅在挑人的時候 如果在挑的那個學徒在旁邊 看電影看得太認真 也會被你覺得不OK 看得傻笑了 我說你不適合來做電影 我說你不適合 去當觀眾就好啦 你不適合 你適合當看電影的 你不適合往電影 對所以當放映師 雖然某些程度來講 好像蠻浪漫 然後好像蠻開心的 然後也不會很忙 但是事實上在早期 在換片的時候 會非常忙碌 因為到換片他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會那麼誇張 對啊看到都看到 怎麼沒了這樣子 我們在試片的時候 是一本一本 好像都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 就要換 接換台 是所以他真的有很多的 妹妹咬咬在裡面 不過我想江師傅 你在這個產業裡面 這麼久的一段時間 私心想要問一個問題 你有私底下去電影院 當過觀眾嗎 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還是有放鬆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會去看 有一些片我都會去看 因為就想自己去 弄電影公司去做電影 花錢電影片 或者買片來 後來終究沒有去做這一行 終究沒有去做 是所以還是 有那個比較放鬆的心情 坐在下面當觀眾 但整個心態應該不是 那種歡樂的心情 其實在剪接的時候 剪接新聞局 要送前影片的時候 我在看片的心情 是不一樣的 我是看哪一個地方要剪 哪一個地方要下刀 是這樣子 還是有一點職業病 沒辦法 對 沒有很棒 那種像觀眾那種 很開心去看電影 很難啊 是很難 沒有辦法像跟老婆約會 所以我們去電影院看電影 沒有 到電影院當中 忍不住還是會關心到 這個電影播出來的哪些細節 對 哪裡怪怪聲音 這樣對嗎 那個光線怎麼好像怪怪的這樣 有時候有看到 這個機器是哪 這個是什麼牌的機器 我都看得出來 我只要看畫面就可以知道 就知道是哪個牌的播放機 還是哪裡做的 我都看得出來 是 老婆會不會抱怨 你可不可以浪漫一點 我太太也跟我一起一起做 也是在這個業界當中 也在做事片 幫我管帳啊收剪啊 對 好 那我想呢 這個江師傅一路走來 應該有收集很多的電影膠卷的拷貝 請問那些拷貝 你有做什麼樣的保存跟處理嗎 其實膠卷是要放在通風乾燥 又低溫的地方 那要有一個專門放膠卷的地方 我們國家 現在國家電影 以前是國家電影資料館 現在是國家電影中心 還是沒有那麼多經歷 因為我碰到他們 那時候也收集很多很多的膠卷影片 但是終究還是沒辦法 那麼多 在低溫下保存 所以都會退色了 膠卷變質的 還是很多 他們現在一直在把它數位化 沒錯 可是數位化 他們會掉檔案 檔案會轉不見 會整個倒掉 都沒有了 所以數位不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所以日本他們還是重新拷貝 重新保存 保存那個最原始的膠卷 保存在寒冷的地方 像如果在冰天雪地的山洞 你有經過處理 在那個低溫 也不要用電極 弄大的地方 那個可以保存更久 都在冰天雪地的山洞裡面 做好廚師的那種設備 可以保存好幾千年 數位化雖然方便 但是呢 保存 不然就可能要拷貝好幾份吧 對 現在沖印廠 已經像台灣現在已經升現代沖印了 那個陳世雄陳老闆 他們兄弟的 還有陳世里他們兄弟的那個 現代沖印廠 還有在做沖印 他們現在都做八厘米的沖印 八厘米的沖印 還有現在八厘米好像有一點回來 大家又對於這個東西有興趣了 膠檢其實應該有一些重要的拷貝 我建議啦 國家還是要把它用在膠檢再保存 因為還是檔案還是可能丟掉的 數位化雖然檔案 是 什麼時候丟不知道 而且當你要的時候 找不到 沒有了 是 還是要做最原始的保存 那個應該是目前科技還沒辦法去 讓他不丟失 是 那其實這個放映師這項幕後的工作 雖然比較少貨班任何的藝術 或者是成就的獎項 但是非常的辛苦 他們總是理所當然的隱身在光束的背後 默默的奉獻 但是相信很多聽眾朋友聽完了 今天的節目之後 就能對於放映師的專業跟辛苦 有更深的了解跟認識 那今天節目的最後 我們非常感謝江泰敦師傅 光臨到我們老台灣的這個節目當中 感謝江師傅的來臨 謝謝 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準備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